大家好,我是爱收藏的天员 然后今天本来是出门想买点东西 可是我们的同行大哥好多都没开门 然后去赚了一圈没买到什么东西 刚才坐到车里跟大家聊了一下 然后再跟大家再聊聊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上次出了一个视频 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咱们买东西的价值 包括能不能升值的问题 其实怎么讲 你像我们是干这个的 我们出门买到老的藏品 通过自己的认知认识 还原它这件东西本来的艺术价值 以及它的相对的历史的一些知识 然后加上一个自己出门的费用 跟赫里利润就OK了 这就是古玩商 其实跟大家总说我们去搬砖搬砖 也差不多是这个道理 就是帮助藏友把好关 然后帮助藏友去解读一下这件东西的年份 然后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和颗利润 把它出让给藏友 会让给藏友 这就是古董商的工作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那么神秘 也没有那么的天天捡漏 哪有漏啊 对我 还有很多人说我天天捡漏 我搁哪捡漏先 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说是减漏 那挣了二三百块钱 你说是不是减漏 我觉得是 为什么 你在我们这儿先开个粗车 你一天纯漏二三百 你得开一天车呢 对不对 你买一件东西卖了就挣二三百 你还要怎么着 这不叫减漏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减漏吗 那看你大家对漏这个事情的这个心有多大 你认为减 有人觉得减二三百是减漏了 对吧 今天买十个八个二三百 他挣两三千呢 有的人觉得 我天哪 我买这一个减个漏 至少得挣八九十万 两回事 两回事啊 这扯的有点远 就是我买这个东西 这件东西的这个价值 包括他以后能不能 带给大家一些经济方面的收益 我在这块真的没有给大家 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保证 我只能保证我卖的东西是老的 然后如实描述 我卖的东西的品相 就可以了 咱不卖新货就行 当然有一些藏品 就像我前阵子卖了好多好多那种传统的大瓶啊 大罐啊 缠着联的那些东西 包括一些将军罐 架上瓶成对的东西啊 真的 这个东西我都可以说 五年之后谁占便宜还不知道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干这个东西挺长时间的了 你想包括这个东西的价值的这个起起落落 也经历了几个这个波段啊 有一些东西它价格以前真的很贵很贵的 现在变得特别的便宜 但是它当时能那么贵 它也是有道理的 有一些东西当时很便宜很便宜 以前已经长得非常高的 那现在也是人们挖掘出了它的价值 只要它是老的这些东西都不好说的 那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做生意的呀 包括一些做企业老板 他们自己很喜欢这种古代艺术品 他们又不愿意去买那种非常高大上的那种东西 比如说一些一件就得几百万的东西 他们就喜欢这种相对来说民俗一点 比如说一对缠起来洗字罐 比如说一些成对的这种的价装瓶 他们喜欢这些东西 摆在家里也好看 包括有时候送人也好用 对不对 而且也不费眼 不需要什么专家来给你嘎嘎心嘎嘎老 那东西只要是个人 他一看他就明白的那种东西 他们也很喜欢对吧 也是一个这个 他们愿意花钱构藏的一个目标 那种东西我出的也不少了 真的 那种玩意儿 以现在这个行情 然后加上一个合理的利润 出给他们啊 五年之后谁占便宜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因为这种东西买一个少一个 我们也天天在这个市场上去逃 包括去湖里去逃 包括在国外也去逃 包括在一些拍卖会上也去看 东西有啥说啥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我有时候跟我的这个朋友也在聊这个事情 我说那这 这东西你说收到人家家里边 那总量并没有减少 为什么市面上越来越难收呢 他们就说收到人家藏家 家里人家不出了呀 对吧 有一些真的大老板 大藏家 人家是不差这傻瓜了 不差钱 人家也不至于拿出来 哎呦我要换藏了 我要怎么 他们不至于 他们就 我就放着就好了 对吧 我就隔着 当我一喜好 真的是有这样的人的 而且还挺多 但是你像我们一些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藏友 我们愿意玩一些好的 把这个东西当作一条 自己的学习之路 我们买一买卖一买 通过这个买卖 通过这个藏品的不断的迭代更新 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判断跟认知 这也是没毛病的 各走各的道 没有谁说谁对 没有谁说谁错 不是说 哎我玩那种20万起步 什么100万起步的东西 我就是真正的收藏 你玩那个两三千 一两万东西 你那都是浪费钱 你不是花那些什么两三千 一两万攒一大堆 你花个500万买 或者你花一个20万买一个这个正二八千东西 来的这个什么收藏价值 我认为这个东西 不要把这个价值观强加给任何人 那我是干这个的 我也喜欢你说的东西 那我实力不允许啊 对吧 我买那几件呢 把我就憋死了 再一个那种东西你喜欢 不代表我也喜欢了 对不对 你可能喜欢一件 呦天哪 这么一个漂亮的一个雍正的 一个官瑶的一个黄又婉 哎呀这家伙十几万 对吧 还有点小瑕疵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值 哎非常稀有 那也过去皇帝用的 是 那我不喜欢 它是个碗 我就喜欢个缠着连将军冠 一对的 那还便宜呢 怎么着呢 我就喜欢那东西 我白家里好看 我不喜欢那碗嘛 那是个碗嘛 对不对 这个东西没有说谁对谁错啊 咱也没有说批判人家 好像就不对 人家 大行各方面的这个认知 可能高于我们 但是也不能因为你高于我们 就去否定我们自己的喜欢啊 这世界都是千姿百态的绚丽缤纷的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这没有错 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 我是这么觉得的 通过你不断的这个去学习 通过你不断的提升 然后通过你不断的对这个东西的了解 去选一款适合自己喜欢 适合自己的这个审美标准的一个藏品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当然你如果真的很喜欢那种高达上东西 没有毛病 你去你去买它 只要东西对 没毛病 如果你像我这种一样 喜欢这种民俗一点的啊 喜庆一点的啊 对吧 这种傻开门看到老的东西啊 也OK 没有对错 OK 这期聊的有点杂 我是爱双方天员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赞加关注啊 有什么需要交流的呢 咱都给评论交流 有什么需要购倡的你也给私信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